这两段SAP 实际上在我们云端的第四页里面也有 我有提到 就是大概 把公式转成VBA输出 双一号你要变两个 另一号要变成I 另外呢这个 程式换航 什么叫程式换航 也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公式 它很冗长 它可能 这么长一串 那你有时候看到最右边 你变成你要找要把它拉卷轴过来 OK 我们已经是宽一幕了 以前的话不是宽一幕4比3的话那就要拉拉拉去 所以 势必你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呢 把这个 这一个公式 把它变成两行有同学就想说 干脆我在哪个地方 把它按Enter一下 到这里Enter 特别是如果你随便按Enter它不接受 也就是说那个程式 它同一行 你不能把它变两行 变两行它就分开了 断掉 断掉就不我可了 OK 但是呢 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它分开 却又不会失效 关键的地方 就是 你要加个底线 那个底线你要加对地方 你不能随便说加个底线就OK了 那底线应该加在哪里呢 刚刚我们有加i有没有 加这个i一个 这个 第2个i 第3个i 我是建议 这3个i 是可以加的地方 加在哪里呢 特别主要 请你加在end符号 end符号 我建议是在第2个end符号 第2个end符号的右边 有个空白 空白 的右边 特别的空白右边 就是加 底线的地方 所以你就空白的右边 加个底线 底线是这个underline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按Enter 你把它移开 不会有事 OK 所以特别说 关键就是 加在end的 后面这个空白 加一个底线 那他就知道说 你上一行跟下一行是在一起的 OK 其实关键就是这个 底线 底线就是 上一行跟下一行连接之处 OK 然后呢 一定要加在什么 加在空白的后面 空白 哪里有空白 end 其实加在这个end 也可以 我理论上我习惯是加在 第2个end的 右边 右边的空白 加个底线 这样就OK了 或者这边也可以 如果你这边觉得要加的话 你也可以练习 这边 加个底线 空白的右边加个底线之后 按个Enter 就OK了 还有哪里 这边也有个空 空白的右边加个底线 在Enter 上面 就会 把它当手统立好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OK 不过这个前提是你 假设未来城市 很冗长的时候 你才需要这样做 OK 如果没有很冗长 你不要没事把它分开 不太需要 OK 所以理论上是因为我们刚刚全部 公司太冗长 我顶多大概分两行 所以在 这个end的右边 加一个底线 Enter一下 就OK了 所以 这个是我在云端上面有提到的 在第2个end的后面空白 加一个 底线 所以 就变成这样 end 空白 加一个底线 这样就可以 在这一行 城市才可以换行 那 再来的话 底下 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函数 像 E-Day 像 We-Day 这个We-Day 刚刚有讲过 YMD就是Year-Day 这个也有讲到过 那E-Day是什么作用 首先第1个 我们来看一下奥运当天 再改一下2020 然后 7月24 我听说现在已经 房 那个 饭店应该都订不到 那边 OK 那 第1个我们就等于 等于这一天 带过来 好 然后第2个的话 奥运的那个 后3个月应该是 哪一天呢 10月 24 可是问题 如果说你要算 奥运的后3个月 3个月 那理论上应该把这个mine 提取出来 加上3 但是 如果你不知道有更快的方法 你只能用一招 叫做Date 特别之后 如果你要把 year month 拿出来计算的话 非常麻烦 你需要用4个函数才能解决 哪4个呢 第1个Date Date函数指的就是 标准化的格式 标准化日期格式 year你要必须跟大家讲 这个日期的year 所以 这个日期的year 所以你还要 在这边加个year 然后怎么样 把这个日期的year带过来 那mine的话 一样这个日期的mine 这很麻烦 必须自己在外面包一个 把这个日期的 mine抓过来 然后这个日期的date 所以你要把这个日期的date 哪一天 OK 意思说你要先把它用 date函数 然后呢 分别用yearmine 把它切开来 然后如果你要做计算的话 你可以这个时候才可以计算 在mine的地方加上3 按个确定 有没有 10月24 OK 这就有没有 date 在 month里面可以做计算 也就以后如果说你要计算的 年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招 有没有 年可以在上面 比如 几年 3年之后那就加3 应该4年 4年好了 2024 就是奥运的下一个 然后 可是 这个方法倒也很麻烦 所以呢 在以上里面有多了一个函数 叫做什么 e-day 这个e-day 按确定做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 让你去计算什么 某一天 相差几个月 所以你输入3就可以 3个月 OK 也就是这一天的3个月之后 比刚刚应该简单多了 不过特别注意 e-day 它只能够用来计算 month 也就是 几个月的前3个月或后3个月 前3个月就负了 后3个月就3 OK 那不能计算年 只能计算月 OK按确定 但它有另外一个缺点 它return回来 是会是数字 所以怎么办 你必须自己再把它格式化成 日期才OK 那当然 这后 钱的话呢 以刚刚这个 这很麻烦 所以如果你会用e-day函数 用e-day函数你大概不会用day函数 那你可以怎么把这个month 本来加3变成减3 打个勾 4月 那这个的话呢 实际上 就可以拿这个 对吧 把它复制好 取消 切过来 这边要是-3 它也可以是负的 打个勾 不过它缺点就是没有格式 自己还要格式一下 把它格式化成这个 标准就好了 OK 那weekday我刚刚有提过了 就是这个日期 它的 结果 比如说差路函数 他用weekday的话 就是一个礼拜的第几天 所以这个日期给他 第五天 按确定 5应该是礼拜 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 反正 记得被就 这是美国人的概念 5 那应该是礼拜起 应该是礼拜四才对 OK 所以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用weekday如果你要抓是礼拜起的话 YMD 刚刚有练习就是 利用year month day 去抓 那个 某一个日期的 年月日 那tai的话特别最好 tai跟date有点像 date是 里面是放年月日 但是tai的话 是放什么 放10分秒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 要把那个 一个完整的 你 不过这已经分开了 直接点就好 在这个 7分 7个 7点 7个小时 50 分40秒 他最后结果是这样 是一个数字 但是你当然你可以把它格式化成一个时间 他出来就会是 7点 50分40秒 而且AMPM OK 底下的话那你可以上下填满 如果你要把这个日期 这个 时间里面的年月日分别抓出来 那你可以用什么 用hour mini second OK 其实跟日期蛮接近的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自行练习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Network days 跟work day 这两个函数 主要是用来算公时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算什么 两个日期 之间的总公时的天数 你会发现 Nets 近工作 S 负数 总共 两个日期 中间的那个 公时有几天 这个 公时的话 特别注意 他大概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 他一定会帮你把两个日期的 礼拜六礼拜天 一律扣掉 因为他就不是work day 因为是放假日 OK 第二个的话呢 你再把你 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之外 特别到礼拜六礼拜天之外 的国定假日 你可以列一个表 他也会帮你把它扣掉 他剩下来就是你的公时数 所以这个network day 加一次 OK network day 然后哪一天开始 哪一天结束 holidays 额外的 这个所谓的holidays 一般指的就是行政用公布的那个休假日 但是如果说你们公司有额外的比如说像什么 出国旅游 全部都休假的话那你也可以把它放进来 也就不算工作天 那他算出来的话 就会是总共有几天 那work day指的就是 跟刚刚那个有点像 只是说star day 后面的话就是 几个工作天之后应该是哪一天 OK所以 跟那个network day有点像只是说 差别是一个要求的是什么 总共的天数 一个是 几天之后应该是哪一天 所以如果这边改一千个的话 应该也会是得到的是这一天 OK所以他两个其实是 蛮类似的 那待会的话呢我们再把刚刚所学的 用在 产生一到十二月份的那个 从这 一整年的年历 我希望 向右 向下 一次呢 就可以帮我产生一整年年历 出现 另外的话呢 帮我把礼拜六礼拜天 用不同颜色标注起来 OK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我刚刚有提到的 这个 几个 几个重点 那请各位 再练习一步 我刚刚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 E-Day 这个E-Day大概知道一下 我们主要是利用那个 用那个 Date 把它改成用 E-Day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儿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那个年历部分 呢 我们再来看看